第十八题 小兰将出铜线分别垂直穿过水平的定值板甲椅 并连接成如附图的电路装置 接着在铜线北边两公分处分别放置持针XY 开关K尚未按下时持针N级均指向北方 小兰将开关K按下后 待持针均静止时 计入持针N级的偏转方向 有关小兰所记录的XY持针N级偏转方向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显然这个叫做电流持效应 要了解持针的偏转方向 要用的是安培右手定则 其中需要知道我们的电流方向 电流是从正级流出去的 所以在Y这里的电流方向是朝上 在XZ的电流方向是朝下 于是用这个方法来比我们的安培右手定则 在XZ边的电流要朝下 那么我们看到它是放在北边的持针 我们的手这样绕一圈 然后做切线之后 指向的是右边由东方 所以X的持针N级向东方偏转 在Y这边呢 我们的电流要朝上 我们的安培右手如此的比下来 那么它在这里 我们的手要绕一圈 绕到我们的北边要做切线 切线 那么朝的是左边偏转也是西方 所以Y的N级朝西方偏转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有关小兰所记录的 XY持针N级的偏转方向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S持针N级向东方偏转 Y持针N级向西方偏转 我答案选的是C持针N级向西方偏转 我答案选的是C持针N级向西方偏转